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执智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修文法诸之良 未立友情故愿大绝尘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 师父中义 那我们上次上到师父中义的第十三页 道的建立这个部分 那我们上次介绍到道之所缘 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页这个地方 道之所缘 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 就是道的所缘 那还记得我们上次有介绍到 所谓的四第十六形象是什么样吗 那这个表 我又做了一点补充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四第是什么 那再来四第个别有几种形象 那四第大家耳熟能详都可以知道是苦极灭道 那它个别的定义 它的支分 它的差别是什么样 那这个部分呢 我是截取至于加密杨大师所造的宪观 练习当中所提到的有关苦极灭道的定义 那接下来的内容呢 因为都会牵扯到五不道论的内容 如果想要比较仔细的学习的话 那势必要把五不道论的内容都搬进来 所以看起来会越来越坚色 越来越复杂 但是大家不要恐惧 因为佛法本来就很浩瀚 那这些东西我们迟早都要学习的 那我们听一次 不一定能够马上记起来 甚至会觉得说 望的比听的还多 但是不要着急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慢慢的学习 反复反复的串习 那久而久之呢 就会越来越熟练 今天先听一次 或许有一点印象 那之后再听 再听 就会越来越熟悉 所以 我们应该抱持一种 欢喜的态度 来做学习 好 那我们先来看到 苦即灭道四地的一个定义 它个别定义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表格 第一个 苦 苦地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由至因及地所生之分 安利有肉之时事 由至因及地 苦 苦地呢 它算是一个果 它是依赖怎么样的因产生呢 它是透由至因 极地所产生的 所以极地是苦地的因 苦地是极地的果 苦地是由极地所产生的 那我们看到 极地所生之分 安利有肉之时事 我们先跳过中间这个 极地是极地的果 直接看到后面有肉之时事 所以苦地 它的一个条件 它必须是有肉的 有肉这个部分 我们上次已经有介绍过了 事不中意对有肉的认知 是略有不同的 所以 这个有肉呢 基本上属于烦恼的 属于是与烦恼相属的 这些都可以安利为有肉 那在秩序派还会安利说 分别性这类的 都可以安利为有肉 或者说反复的 反复的到这些 也都安利为有肉 总而言之 对有肉的安利 是有略有不同 但是基本上 属于与烦恼相应的 为这个烦恼习气 所沾染的 无名习气所沾染的 这些都可以安利为有肉 有肉之时事 再来它是时事 它并不是常法 它是无常法 好那 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由 自因及地所生之分安利 它这边中间讲了 之分安利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 为什么要讲这个之分安利 其实是因为 我们在安利定义的时候 它有一个条件就是 这个定义跟它的名相 它必须要有周片的 如果说没有周片 就不能说它是 这一法的定义 那一旦要有周片 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有些情况 并不是能够很 能够很精准的安利 安利出一个 完全周片的定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讲一个 其分安利 那 其分安利就是指说 前面这一法 从这一个角度来安利的 所以这个自分安利呢 它其实 它包含了 两种部分 两种情况 一个是排除的部分 一个是纳路的部分 这两种 那什么叫做排除跟纳路 这两种情况呢 譬如说 以苦地来讲 哪一种情况 它是具备了 由极地 自因极地所生 然后又是有肉之食事 但是它并不是苦地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实际上是有的 譬如说什么呢 譬如说 普特切罗 普特切罗呢 它确实 它是可以由极地所生的 譬如说 以凡复来讲 它是由极地所生的 没有错 它也是有肉的食事 普特切罗 它是属于不相应刑罚 它也是有肉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 是否就可以安利它为苦地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 这个定义 不讲 知分安利 把这个知分安利拿掉 我们直接讲说 由自因极地所生之 有肉食事 如果这样讲的话 说这个就是苦地的定义 那有人就问说 那普特切罗为例 以普特切罗为例呢 它是不是苦地呢 因为它符合苦地的定义 为什么它符合苦地的定义呢 因为它是由自因 由自因极地所生之有肉食事 它是由自因极地 它是所谓极地也指的就是 夜跟祸烦恼 夜跟祸 它是透过夜祸所产生的进取运 我们说普特杰罗 它是依着五蕴贾力的一个士夫 这是普特杰罗的定义 所以以普特杰罗而言 它是透过 应该说凡夫的这种普特杰罗 它是因为业货的关系所产生的 所以它是由自因吉利所产生的 那它又是有肉的死士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用支分安利 来做一个区分的话 那它就完全符合苦地的定义 然而它并不是苦地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普特杰罗不是苦地 因为苦地所指的是一种果 而领受这种果的人 领受这个果的 这个友情呢 就是指普特杰罗 所以普特杰罗是领受苦果者 而苦地是所领受者 所以一个是能 一个是所 一个是能领受 一个是被领受 所领受的 所以如果说普特杰罗 他今天说他是苦地的话 那就等于说普特杰罗 他领受自己 那就变成能锁 唯一的一个故事 就会产生了 那我们一般都会说 能锁是一的话 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呢 譬如说刀锋 无法割到自己 指尖无法碰触到自己的指尖 就读同这个道理一般 能锁 譬如说能锁 跟锁锁 这两者不可能是同一个东西 今天拿个斧头 我们要砍的对象 锁锁的对象是木头 那斧头他砍不到自己 斧头是能锁 而树木他是锁锁 所以能锁他不可能唯一 他不可能是同一个东西 那同样的今天苦地 他是所领受者 那能够领受的就是指 普特切罗 所以普特切罗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将他排除 排除他虽然具备了 由自因极地所生 又是有肉食事的条件 但是呢 不会把它归纳为是苦地当中 所以他在这个 知分安利的这个时候 用这个词将他排除了 所以这个知分安利 他有排除的部分 他也有给纳入的部分 那纳入部分 我们待下一个会介绍 所以在许多定义的时候 他在某些情况 他确实具备了 这个定义当中的各个条件 但是为了将他排除掉 所以呢 他会加一个知分安利 那或者其分安利 从那个角度来做安利的 所以由自因极地所生之分 安利有肉之食事 是苦地的定义 好 那我们再看苦地 他的之分有哪些呢 他分出哪些差别呢 从果门的角度 从果的角度来安利呢 内在的这种一手 一手果来安利进取运 就是也就是说 透过业获所产生的这种五蕴 他称之为进取运 这个进取运 是从一手果的角度来安利 那从真上果的角度来安利呢 不进的气时间 就是外在的这些物质 都可以算是苦地的 而体性们 从体性的角度来安利呢 就可以分出苦苦 坏苦 以及辛苦这三者 所以三苦 他是苦的自信 然而三苦 是否是否是苦地呢 就一定是苦呢 苦地跟苦这两者 是否有差别 其实是有差别的 苦地不代表就是苦 为什么 因为这边苦所讲的是指苦受 苦地不代表就是苦受 为什么 比如说有肉的热受为例 有肉的热受 凡是有肉的热受呢 他都是苦地 但他并不是苦 因为他不是苦受 因为有肉的热受是热受 所以苦地跟苦 他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三苦 苦苦指的是说 有肉的苦受皆是苦苦 有肉的热受皆是坏苦 有肉的舍受皆是辛苦 而这三者全部都是苦地的自信 所以呢 称之为苦地 好 再来 我们来看极地 极地 能生自果 苦地业获之分 安利有肉之时事 极地的条件 它是一个能生 因为它是因嘛 因就是能生 能生自果 它的果是什么 是苦地 也就是说它能够产生苦地 业获之分 那能够产生苦地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业极地 或者说获极地 就是烦恼极地 那从这个角度来安利 有肉之时事 那这边又提到了一个 自分安利 那这个地方 它所要排除 或者说说它所要纳入的是什么东西呢 譬如说 只要是极地 就一定能够 能生自果 苦地吗 这是不一定的 我们一般说到 有肉的业 祸 它都是极地嘛 因为我们在看 极地 与它的定义之间 到底是否有周遍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看呢 它如果有周遍 就是只要是极地 一定符合 能生自果 苦地 业祸的有肉之时事 那能生自果 苦地业祸之 有肉时事 一定是极地 我们一般看周遍 就是看它 有没有 是的周遍 不是的周遍 有的周遍 跟无的周遍 八种周遍 那在 如果说 这个极地的定义 它没有加 之分安利 直接看说 能生自果 苦地 业祸之 有肉时事 说是极地的定义的话 那人家就会问到说 是否极地 就一定是能生自果 苦地 业祸之 有肉时事 这是不一定的 譬如说什么 譬如说 最后一刹那的 烦恼也好 最后一刹那的 有肉业 为例 这些业呢 它是否 就是能生自果 苦地呢 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它马上就坏灭了 它就消失了 它马上就消失的话 那它就没办法产生自果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例子 譬如说 菩萨圣者心绪当中的 贪爱 菩萨圣者心绪当中的 贪爱烦恼 这个贪爱烦恼 它是烦恼 它是祸 那是祸的话 基本上都一定要是极地的 但是呢 菩萨圣者心绪当中的 贪爱 它不能说是极地 虽然说 它具备了 能生自果 苦地 也获之分 也具备了 有肉食事 但是它并不是极地 为什么 因为菩萨圣者心绪当中的 贪爱 它并不会产生 烦恼的过失 它不会产生苦地 在经典当中 有提到说 菩萨圣者心绪当中的 烦恼就好比像养分 好比像肥料一般 它这个肥料 是长养 是增长它的菩提分 而不会产生轮回这一分 不会让它产生痛苦 就好比说 大肥 大肥看似肮脏的东西 但是它如果放到田里 它就变成养分 变成肥料 那同样的菩萨圣者心绪当中的烦恼 也是如此的 虽然说它是烦恼 它是极地 但是呢 它不会算是能够产生 自国的苦地 所以这边讲的 知分安利 也是排除了 虽然说具备 应该说 纳入了 它虽然说 是极地 但是不代表就是能生自国苦地的业惑 有肉食事 刚才我们说苦地呢 我们找到的例子是 它具备了由自因极地所生 又是有肉之食事的一个共同式 我们找到了 是这样的一个共同式 但是它并不是苦地的例子 就是普特吉罗 那第二个极地 我们找到的例子是 它虽然是极地 但是它不具备极地当中 所讲的各个的一个条件 它不具备了能生自国苦地 这一个条件 虽然说它是有肉的食事 但它不具备其中一个条件 但是依然可以安利它为极地 所以这个就是知分安利的一个作用 它有排除的一个作用 它有纳入的一个作用 所以有这两种角度来安利 所以极地 它的知分什么呢 业的极地 或者祸的极地 烦恼的极地 那是否只要是业 就一定是极地呢 这是不一定的 譬如说 无肉的业 佛陀心绪当中的业 这是无肉的业 但是它并不是极地 所以这边讲到的业 它指的是有肉的业 好 那说到苦极这两者 只要是极地呢 它一定片是苦地 苦地不一定是极地 它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好 再来说灭跟道 那所谓的灭地 是指什么呢 看到它的定义 断除能得此之方便 无间道 所对应障碍 所对应的障碍 之各个责灭 这个灭呢 它是透过断除所断 谁来断除所断呢 无间道 这个无间道是什么 就是宪政无我 宪政无常 四地 宪政空性 的这样一种圣者道 那它这个圣者道 是指根本定 它这根本定能够震断 它所应断的烦恼 所对应的烦恼 所对应的障碍 所以这个 我们称它为无间道 那这个灭地 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是透过能够产生 这样的一个灭地的道 它这个道呢 指的是无间道 它断除它所对应的障碍 譬如说 我们说到 这个烦恼障 在三界当中 把它分为九品 那断除第一品的 所断 也就是 欲界当中的第一品烦恼 就是我们说大中小 大又分大大 大中大小 中也分大中小 细也分大中小 那大的部分 这个粗的烦恼 还有 这个粗的第一品 它所对应断除它的道 指着这个无间道呢 它断除第一品 这个烦恼 它所能断的 也就是它目前能够 以它的能力 能够断除的 这一品烦恼 也就是它所对应的一个 爱障 也就是它所对应的这个烦恼障 它并 它虽然断除它所对应的 这个烦恼障 但并不代表说 它断除所有的烦恼障 它以它目前的能力 它只能断除它目前 能够对应的这个障碍 所以就是它第一品的这个烦恼 那断除这一品的烦恼 之后会得到一个解脱道 在获得 进入解脱道的同时 就会得到这个各个的责面 也就是透过宪政 无我实性的力量 那获得的一个灭地 我们这个称之为各个责面 那所以灭地呢 指的就是这种宪政 实性的智慧 它透过断除所断 得到一种离戏果 那这个称之为灭地 好 那它的支分有什么呢 有三秤的灭地 也就是说 生文秤 独觉秤 菩萨秤呢 它个别都有断除 它所应断除的所断 所以透过断除这个所断 得到了一个离戏果 这个称之为灭地 再来我们看道 道的定义 能得灭地方便 道之分 安利之圣道 首先 道呢 它就是能够获得灭地的一个方便 那它除了是获得灭地方便 它还必须是道 所谓的道 它必须是一种智慧 道是指智慧 所以就是获得灭地的一个智慧 道之分 安利之圣道 我们这边也讲到一个其分安利 这边有一个安利 分安利 之圣道 道呢 它必须是圣者道 圣者道 也就是说圣者行序当中的道 而凡夫呢 凡夫行序当中虽然有道 譬如说以资量道 加行道的行者 他们行序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有这样的一个道 资量道 加行道 但是资量道跟加行道呢 它都不能算是道地 因为它不是圣者道 那这边说到了 之分安利 它这边要安利什么呢 能得灭地方便道之分安利之圣道 我们能否找到一个例子 就是是否是道地 就一定能够得 一定是能得灭地的方便道呢 如果说 不一定的话 那这个资方安利就变得很重要了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它是道地 但是它并不是能得灭地的方便道 有没有这种例子呢 譬如说 以最后一刹那的 就是 我们有一个例子 譬如说 最后叙流 我们讲最后叙流 通常就是它下一刹那 下一刹那 就是成佛 或者是 说阿鲁汉好了 最后叙流的这个无间道 最后叙流这个无间道 或是最后叙流这个解脱道 最后叙流的这个解脱道 基本上 它就是佛果位了 那以这个解脱道为例 它是不是能得灭地的方便道呢 或者说以骗智为例 骗智为例 它本身 是指 道地 骗智 它是道地 骗智指的就是 佛佛心去当中的智慧 它在一刹那间 能够了知 能够限量的了知 如所有心 以及尽所心 一切诸法 无碍的了知 这种智慧 我们说之为骗智 那这个骗智 它一定是道地的 那它是不是能够得到灭地的方便道呢 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思维 如果说 它不是能得灭地的方便 因为它已经得到灭地了 已经得到灭地的情况下 它还说 它是能得灭地的方便吗 这个部分可以思维 如果说不行的话 那它又是道地 那这个知分安利 就是纳入的一个作用 它虽然不具备 道地的可能每一个条件 但是呢 它具备了知分安利的这个条件 这个奇分安利的条件 所以把它纳入是道地当中 所以这个道地 它分了三秤 三秤的建修五学道三者 也就是三秤圣者 升文秤 独觉秤 菩萨秤 这三秤当中的 建道也好 修道也好 无学道也好 这三者 这三道呢 全部都是圣者道 我们说五道 五道当中前面 资粮道 加行道 都是属于凡复道 而建道 修道 无学道 后面三道 才是圣者道 所以道地呢 它必须是圣者道 凡复道 不能算是道地 那有人就会问说 那凡复道到底是属于哪一者呢 从某种角度来看 它好像类似像极地 因为它是 能生自国苦地 业惑之分 所设 但是呢 在 宪观的辩析当中 有说到 它可以算是极地的随顺 但它并不是极地 那 说资粮道跟加行道 是道的眷属 也就是说 它与道 这是相应的 说它是道的眷 但是道地的眷 它并非道地本身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 那再来 为什么会安利四地 为什么要说四地呢 诸法这么多 为什么只说四地 我们说有恶地 有四地嘛 那为什么又开出四地呢 以何方便安利四地呢 说到了四地 在 宪观辩析当中 说到了 为何说四地呢 因为有染 禁 恶种因果 也就是 在取舍 恶法当中呢 分为染禁 恶者 染禁 也各分为因果 恶者 染的 染污的因果 也就是指苦及恶地 清净的 解脱的 因果 指的是 灭及道 所以 从取舍染禁 这个部分 我们要取的是 清净的 是解脱的部分 我们要舍的是 染污的部分 所以舍的是 苦及恶地 取的是 灭道恶地 所以由这个角度 来安利四地 那 四地当中 既然 急是苦的因 道也是灭的因 他各说了因果 那就以因果的 顺序角度来讲 一般是 因在先 果在后 那为何在此处将 果放在前 因放在后面呢 这个宣说次地 是有何秘义呢 为什么经典在讲到 四地的时候 不是讲 急苦 道灭 而是讲 苦及灭道呢 这原因是什么 所以在讲到 苦及灭道的时候 其实 一般来讲 他可以从 因果的角度来安利 另外一种 为何此处 特别将苦 灭 放在前的原因 是因为 他是一个 入道 或者说修道的 一个次地 或者说 宣政的一个次地 也就是 一个修行人 如何让他 去入修行 一个人 他如何让他 去入修行呢 先跟他讲 苦 让他知道 有苦了以后 他才会想要 出离苦 对苦出离 才会去寻找 出离之道 那 知道苦 可以出离以后呢 这个苦 到底 出离以后 是否能够 完全断除 如果确定 能够断除 我们才会去 寻求断除的方便 才会讲到道嘛 所以 就好比说 一个生病的人 首先如果 如果说 他不知道 自己有病 他不会想要治病的 所以 你要让他知道说 你有病啊 要把这些病的征兆 跟他讲 让他知道说 我真的有病 看到自己 内心的烦恼 他真的觉得说 我是有问题的 我是想改善的 所以他才会去找医生 去寻找病因 然后寻找了医生以后呢 医生跟他说 你这个病可以治哦 治好以后 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他知道以后 他才会努力的去吃药 努力的去寻找 治病的方便 才会讲到道 所以苦疾灭到 这个次第的安利 虽然苦疾灭到 四者 他本身 就因果的角度来安利的话 应该是 极苦到灭 但是就以一个修行人 实修的一个 次第来安利的话呢 应该是将 苦放在前 变成苦疾灭到 所以在讲到 次第的一个次第的时候 是从修行的一个角度 来做安利的 那四第为何加一个地呢 苦疾灭到 为何之后要说个地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地并不是说 我们一般凡夫看到 就是真实现象 如此 并不是这样子的安利的 而是指 以圣者的角度 以圣者的角度 来关带的时候呢 就会说 是如此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地 其实指的是真地嘛 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以圣者的角度来安利 因为圣者是如此看待的 所以称之为地 所以在讲到 苦疾灭到这个四地的时候 是从圣者的角度 来做安利的 好 那这个是 简单介绍有关 四地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 其实都是在 现关庄严论里面提到的 所以 目前我们先简单地 跟大家介绍 那将来大家 如果真有 深入地去学习 现关的话 那这个部分 就会再串习一遍 那我们上次说到了 四地十六形象 那这个已经介绍过了 那我们再 可以做一些思考 让大家脑力激荡一下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好了 说苦疾灭到的安利 是从取舍的角度来安利的 所以 所取的是灭到 所舍的是苦疾 那所舍 舍的意思就是 所断了 就是我们应该要断除的一个对象 灭到就是我们应该修的对象 所以在经典当中 说到了 要知苦 要断极 要修 呃 正面修道 苦因之极因断 灭因正 道因修 好 那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只要是苦地 都一定是所断吗 有没有人想要回答 我们说苦疾 它是所舍 它是阴舍 它是阴断的 那只要是苦疾 都一定是所断吗 可以开麦克风吗 不是的 菩萨的烦恼 不用断 哦 这样就更糟糕了 菩萨圣者心虚当中的烦恼为例 它不是所断吗 菩萨圣者心虚当中的烦恼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烦恼账 是 它如果是烦恼账 它要成佛 它要不要断除恶账 烦恼账 所知账都要断吗 要 那你怎么能说它不是所断 所以菩萨圣者心虚当中的烦恼 它是所断 它是极地 它可以是所断 我们刚才说 极地不一定要是能生自果苦地 但是我们没有说 只要是极地不代表就是所断 我们没有说到这一点 对不对 所以苦疾恶者都可以是所断 它应该都是所断 对不对 有人说到苦可以转为道用 苦有苦的功德 这个是从修行的角度来安利 并不代表说苦 苦虽然可以让我们策发想要修行的心 但是不代表苦不是我们所要断的 我们想要修行是因为有苦 我们为了要灭除这个痛苦 所以我们想要来修行 它有这样一个策发作用 但是我们之所以策发就是为了要断除苦 不是这样吗 所以苦还是应断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苦及恶者都一定是所断吗 如果是的话 请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瓶子为例好了 瓶子它是不是所断 就我们平常看到外在这些气势间好了 外在的不静的气势间 它是所断吗 比如说房子 车子 还有山 大海 瓶子 这些是所断吗 不是 不是 不是所断 可是这些全部都是苦地 这些不是苦地吗 这些是不是苦地 不是 这些是苦地 因为它是由自因及地所生之分 安利有肉之时事的缘故 是苦地不是苦受 没有 我们没有说它是苦受 我们只有说是苦地 是苦地就是所断 我们刚才要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不是讨论说 苦地是不是一定是苦受 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要讨论是 苦地是否就一定是所断 因为我们看到苦地的支分 它分为进取运 内在的进取运 以及外在的不进气事件 那这些全部都是苦地 外在的不进气事件 全部都是苦地 它是否是 所应该要断的呢 好那如果说大家觉得 瓶子不是所断 那为什么瓶子不是所断 你们觉得瓶子不是所断的原因是什么 非友情 非友情就不是所断 那只要是友情 就是所断吗 而且为什么非友情 就不是所断呢 譬如说烦恼 烦恼不是所断吗 烦恼不是友情 烦恼不是友情 烦恼不是有情 烦恼是不是所断 烦恼是 烦恼应该不是所断 因为它非友情的缘故 烦恼应该不是所断 只要它不增长我们的烦恼 就是非所断 只要它不是 只要不增长我们烦恼 这就是非所断 那请问苦地 到底是所断 还不是所断 是所断 可是苦地不代表 就会增长我们烦恼 刚才不是说 所断的是 要能够增长我们烦恼 才是所断 那苦地不代表 就会增长我们烦恼 那到底苦地是所断吗 那刚才 这边有人回答说 瓶子 这个比较夸张 瓶子是无自信的 所以瓶子是无自信 所以不是所断 那烦恼是不是不是所断 因为烦恼也是无自信 这个回答不行吧 那有人说 瓶子不是烦恼 所以所断只有烦恼 非烦恼的都非所断 是不是这样 如果照你们的回答 就变成这样了 那进取运是不是所断呢 进取运它不是烦恼啊 进取运指的是运体嘛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肉的色体 它是进取运嘛 但它是不是所断呢 它并不是烦恼啊 所以到底所断是什么东西 说到的苦疾是阴断阴舍 灭道是阴修 但是苦疾恶地 真的都是所断吗 如果说苦疾恶地 不代表都是所断的话 那到底所断是什么东西 断它的长直 断除对于这一法的颠倒执着 就算是断除它吗 或者说 如果说对于这一法 有颠倒的执着 这一法就是所断吗 对于这一法 有颠倒的执着 对于这法有错误的认知 这一法就是所断吗 能这样安利吗 可以还不可以 可以的话 以空性为例 它是不是所断 以灭道为例 它是不是所断 因为对于灭道 有颠倒的执着的缘故 有错误的认知的缘故 可以这样安利吗 有人说 阴段是会增长生死轮回的时事 所谓的所断 就是会增长轮回 生死轮回的这些时事 那苦地到底是会增长轮回 还是不会增长轮回 我们现在一直要探讨的就是 苦地到底是不是所断 苦地一定是所断吗 不是吗 不是 苦地如果不是所断 极地是所断吗 对 为什么极地是所断 它是因 极地是因 所以它是所断 苦地是果 所以不是所断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 是果的就一定不是所断吗 譬如说苦苦为例 是不是所断 是 苦是我们要灭除的吗 不然你灭要灭什么东西呢 你不是要灭除痛苦吗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既然要灭除痛苦 苦 它就是我们所应该要被灭除的对象 它是所断吗 但是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例子 它是苦地 但并不是所断 如果说它是苦地 不是所断的话 那苦极灭到 在案例四地的时候 为何说从取舍的角度来案例 取舍有染尽二者 那个别有因果 所舍的是苦极 所取的是灭到 问题是苦极不代表就是所舍 如果说苦极不代表就是所舍 如何说从取舍之门来案例四地呢 修道的目的为何 修道的目的不是为了除苦吗 那又说苦 它并不是我们要灭除的对象 并不是所断 那你修道到底要除什么 是不是 好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思考 有人说断要从因断 请问从因断了果是不是就断了 如果因断了果就断 那果是不是所断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苦地是不是就一定是所断了 刚才有人觉得苦地不一定是所断 但是如果说从因断果就断的角度来讲 那果不就是所断 苦地就是一定是所断了 因为他透过断因的缘故 他就能够去除这个苦果 所以苦地一定是所断了 那又说苦地一定是所断了 瓶子到底是不是所断了 就变成要试了 那如果瓶子是所断的话 瓶子为何是所断 他难道会障碍我们成佛吗 如果说他不会障碍我们成佛 我们又何必去断除他呢 好 可以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回到正文 大师请教一下 就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解释 可不可以 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东西的所缘 你会产生错误的形象 那那个断除的东西 应该其实是你产生的那个电导的那个形象 而不是去断你这个所缘 所以这个问题就回到刚才我们问到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管是业也好 瓦也好 或者说从业瓦所产生的苦果 他都不应该是所断 因为我们所要断的是我们执着他的颠倒执着 错误的执着 再来 由于我们因为有颠倒的执着 原则这一法的颠倒执着 就可以安立这一法为所断的话 那我们也要安立灭到应该是所断 空性也应该是所断 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法都会有颠倒执着的缘故 如果这个角度无法安立为所断的话 那又如何说苦及恶者是所断 那到底所断为何 这样听得懂吗 老师能再多解释一下吗 好我再讲一次这个礼物 首先我们说苦及恶者是所断 这一点大家确立以后 确立了吗 苦及恶者是所断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对于苦及恶者有错误的执着 颠倒的执着 所以说苦及恶者是所断 请问这个礼物能否成立 因为对于苦地有颠倒的执着 所以苦及恶者是所断 这个礼物能不能够成立 可以 如果可以成立的话 请问灭到恶地是不是所断 灭到恶地是不是所断 因为对于灭到恶地有颠倒的执着的缘故 这礼物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刚才说苦及恶者为何是所断 因为对于苦及有颠倒执着的缘故 如果有对于苦及 对于这一法有颠倒的执着 就可以说这一法是所断 这一点可以成立的话 灭到恶地为例 灭到恶地为例 它是不是所断 因为对于灭到恶地 有颠倒的执着的缘故 这个礼物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在案例说 这一法到底是否是所断的时候 我们无法从对于这一法 是否有颠倒的执着的角度来案例 因为对于这一法有颠倒执着 不代表这一法就是所断 是不是 因为以灭到为例 它就不是所断 但是对于灭到有颠倒的执着 所以我们在说它到底是不是所断的原因 我们不能说 是因为对于这一法有错误的执着的缘故 是不是 这个并不是正因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 那所以说苦及恶者为何是所断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思考 好 这样可以 那我们再来看 道之所缘 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就是道的所缘 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就是道的所缘 这句话大家有没有疑问呢 请问 道的所缘难道只有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吗 那如果说道的所缘不止 不只是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 为何在这个地方只说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是道的所缘 所以这个地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道的所缘是只有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吗 有没有人试着回答 应该不是 好 那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它并不是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 又是道的所缘这种例子 比如说那个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哪里不是四第十六形象之一 四第十六形象我们讲了 只要是四第任何一个内容 它都可以包含在十六形象当中吗 所以你讲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其实讲的是一个轮回的生灭次第 那如果说就讲一般十二元起来讲 生起次第 它全部都是属于苦及恶者当中的 比如说无明行 无明行它是属于因嘛 后面的爱取友也是属于因 那中间的七支后面两支 它是属于果嘛 所以十二元起之基本上可以含涉在苦及恶者当中 所以这个是说十二元起 它是道的所缘 并不是无常的四第十六形象就不行了嘛 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嘛 哦好 那这边有人说到 比如说大悲心 菩提心 说这个不是四地 但又是道的所缘 这个大家觉得可以吗 请问大悲心跟菩提心 难道不算道吗 不算在道地当中吗 我们刚才说道地一定要胜者道嘛 大悲心菩提心不一定是胜者道嘛 好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思考 所以道的所缘 它如果包含了一切诸法 譬如说 为什么说一切诸法皆是道的所缘 譬如说以资良道为例 他如果说证得诸法皆是无常 不是诸法皆是无常 无常 诸法皆是无我 证得诸法皆是无我 或是说以菩萨道来讲 他证得诸法皆是无自信 这种情况的话 那诸法不就是他的所缘吗 他的形象是认为诸法皆无自信 或者说认为诸法皆是无我 这个无我是他的形象 他的所缘是圆着一切诸法 所以他的所缘不就是一切诸法了吗 如果说所缘是一切诸法的话 那又如何说无常等四地十六形象 就是道的所缘 而不是说诸法就是道的所缘 如果在此处说 无常等四地十六形象就是道的所缘 是不是间接就表示说 道的所缘只有无常等四地十六形象呢 法师我理解 这个应该是就是一个特定的匹婆杀中 他所规就是这个范围吧 假如说你要说是道道的那个范围要比这个宽 因为他不只是匹婆杀中这一个总派啊 目前在这个地方是讲匹婆杀中一切有不嘛 但是就以一切有不而言 他们的道他也会证得诸法皆是无我啊 普特杰罗无我 他们承许普特杰罗无我嘛 就以总的匹婆杀中而言 他是承许诸法皆是无我的嘛 那不管是承许初分的无我 或者说细分的无我 总而言之他们承许诸法皆是无我 那在承许诸法皆是无我的话 这个是道的一个所修嘛 所缘境嘛 他是圆着一切诸法 然后修习这一切诸法皆是无我 皆是普特杰罗无我 皆是常依自主之我空 他们是这样修习的嘛 这样修行的 所以诸法应该都是道的所缘 那形象倒不一定嘛 形象他可以有 有些法是无常的形象 有些法是无我的形象 有这样形象的一个差异以外 但是诸法皆是他的所缘 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为何在此处特别说 无常等四第十六形象 就是道的所缘呢 这一点大家可以思考 好 再来我们看 其中的细分无我 和细分的普特杰罗无我同意 哦对了 刚才我们讲到四第十六形象 我们从怎么说呢 正常讲到四第的时候 他还是有分粗细的 粗细的四第 那就以共同的综艺而言 就是指秩序派以下 共同的综艺而言呢 他们会认为说 这个所谓的四第 它皆是初分的四第 也就是说苦地呢 一定是初分的苦地 细分的苦地并不是苦地 那所谓的细分苦地是什么呢 指的是属于所之障的部分 刚才我们提到四第呢 都是属于烦恼障的部分 而所之障的部分 是属于地实质 比如说 讲到极地 业货的时候 这个货 它指的特别是指 因为地实质的缘故 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苦果呢 也是因为地实质 所产生的这个苦果 它是属于 属于所之障的部分 这个四第案例 所以所之障 所之障这个部分 案例的四第 是属于细分的四第 而由于烦恼障 所产生的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初分的四第 所以我们一般讲到说 罗汉它断除了苦地 断除了极地 指的是初分的部分 它还有细分的四第部分 并没有去修正 并没有断除 所以我们一般说到 所谓的轮回 轮回指的是 内在的苦地 轮回并不是指 一个外在的东西 而是指 内在的进取运 所以我们要断除轮回 也就是断除 内在的进取运 断除内在的烦恼 所以当我们将 内在的苦地 断除的时候 才能够彻底的脱离轮回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到了四第 指的是初分的部分 还没有提到细分的部分 好那这个地方现在 再来我们往后看 其中 其中的细分五我 和细分 普特其罗五我同意 在匹伯沙中 他们认为说 五我 这个五我指的是 普特其罗五我 而这个 普特其罗五我呢 应该说到 细分的五我 五我一般在他们 这一派呢 会认为说 有初分的五我 跟细分的五我 这两者 初分的指 常依自主之我 空 这是指初分的五我 细分的五我 就是指 这个 普特其罗五我 空 普特其罗五我 应该怎么讲 对 这个普特其罗五我 常依自主之时有我 空 是指 初分的五我 独一自主 独立自主之时有我 空 这是指 细分的五我 而他们认为的 细分五我 就一定只有是 普特其罗五 也就是 独立自主之时有我 空 他们不认为 有法五我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所谓的五我 只有普特其罗的五我 并没有 法五我 所以这个是 匹婆沙宗 他们的一个 认知差别 始终认为 普特其罗 独立自主 时有空 就是细分的 普特其罗五我 这我们刚才说过了 所以初分的 就是常依自主 之时有我空 细分的是 独立自主 之时有我空 在十八部派当中呢 正量部等五派 不主张独立自主 时有我 时有空 是细分 普特其罗五我 因为正量部等五派 主张有独立自主 的时有我 虽然如此 在十八部派当中 十八部派 基本都是 匹婆沙宗 那这十八部派当中 有五派 他是不承许 有独立自主 之时有我空 就是这个正量部 等五派 那这个十八部派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了 中间的正量部 等五派呢 他们不承许 有所谓的独立自主 时有空 所以说 没有所谓的独立自主 时有空 没有所谓的细分 普特其罗五我 他们只认为有 常依自主 是时有我空 也就是粗分的无我 因为他们不承许 有所谓的独立自主 的时有我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 在江木亚大师 所造的 中意大书当中 他是有提到 在正量等五派呢 他们对于 普特其罗 时有我 或者说 独立自主 时有我 这个我呢 对他们而言 他们是无法全说的 是不可全说的 到底说是有 还是无 对他们而言 无法全说 所以 这边说到说 正量不等五派 主张有 独立自主 时有我 说主张有独立自主 时有我 这一点 到底 合不合理 这个部分 将来大家有 有 严谓中意大书 的话 就可以再探讨了 因为在中意大书 里面是说到 他们对于 独立自主 时有我 到底是有 还是无 是不可全说的 无法全说的 到底是有 是无 他们说不定的 所以这边说 他们主张 有独立自主 时有我 这一点 到底能不能够成立 这个 还有待探讨 好 总而言之 他们对于 普特杰罗 时有我 这个细分的 普特杰罗 无我 这一点 基本上是 没法安利的 再来 始终不成许 粗细的法无我 因为他们主张 一切的存在 一切存在的事物 都是法我之故 所以这一派呢 只成许 人无我 不成许 法无我 在一切有不 法无我 不论是 粗分的法无我也好 细分的法无我也好 他们都是不成许的 那粗细的法无我 这我们上次 也有介绍过 事不中意 略有差异 那基本上 以 为世来讲 所谓的 粗分法无我 他们是无法安利的 他们只认为说 法无我 就是细分的法无我 就是能取 所取 二取空 这是细分的法无我 那到了秩序派 他们认为说 所谓的 粗分法无我 就是 这个 为世所取的这种 能所二取空 这种无我 是粗分的法无我 而细分的法无我 就是 一切诸法 皆无自信 这个是细分的法无我 那应成派 所认知的 法无我 就是如同 自序派 他们所认知的 所谓的细分法无我 就是 一切诸法 皆无自信 这一点 是一样的 那粗分法无我 他们是不成许的 好 那在一切有不呢 他们认为说 一切存在的事物 它都是法无我 它都是有地实 有志向的 都是存在的 真实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 一切事物都是 罚我的缘故 都是外境上存在 不管是外境存在也好 或者说 有自信的角度来安逸也好 都是真实存在 如此的 好 那这个属于 道的所缘的部分 在一切有不 他们所修的范围 是比较小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 道之所断 道之所断 分染污 与非染污 无之 一般我们说到 修道 他所要断除的杖 无非就是恶杖 烦恼杖 以及所之杖 但是在这一个部派 他们 无法安利 所之杖 他们不承许有所谓 所之杖的这种名词 所以他们在讲 恶杖的时候 他们不说恶杖 他们说 染污 以及非染污 无之 染污 一般所指的 就是烦恼杖的部分 那非染污 无之就是 非烦恼杖的 这些所段 叫做非染污 无之 那就以上部派来看 这个部分 就是属于 所之杖的部分 第一是 主要障碍 获得解脱 例如 普特齐罗 我之 极有此而生的 三毒种子等等 那所谓的烦恼杖 或者说 这边所谓的染污 它主要就是 障碍我们获得解脱的 在上部派 在讲到说 烦恼杖 也是说障碍解脱的 这些案例为 所之杖 会障碍我们 获得一切片质的 我们案例为 这个 所之杖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的 这个染污的部分 就是主要障碍 获得解脱的 所以 以阿罗汉而言呢 他只要断除了 烦恼杖 断除了这个 染污的部分呢 他就能够获得解脱 但是他没有 端除所之杖的缘故 所以他没办法 获得一切片质 所以获得一切片质 主要的障碍 就是指说 所之杖的部分 所以例如 不得其罗我之 以及由此产生的三毒 种子等等 这些都是会障碍 获得解脱的 这个就是 声文称 小称的行者 他的主要所段 第二 是主要障碍 获得一切片质 成佛 那这边讲到的 非染污 无知 这个部分就是 属于 所之杖的部分 但是他们不说 所之杖 他们叫做 非染污 无知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主要障碍 获得成佛的 获得一切片质 例如说什么 不知如来 深奥细微之法等 障碍等 无知等四因 这边说到了四因 譬如说呢 对于如来 深奥细微的这种法 也就是如来的功德 深契的这些功德 障碍我们了知 这些功德的 这种无知 他可以说是 非染污的无知 也就是类似 所之杖的部分 那这产生这种无知 有四种因 这些都是属于 非染污无知的部分 那这个四种因 我们可以看到 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 所知过远 第二 境遇过远 第三 时间过远 第四 分支过远 那这边都说到了 过远过远 也就是说 他的已经超出 他的所知范围了 所知太广泛了 譬如说 戒 众生 生畜 生世难知 这个众生 他的根气为何 他从何处而生 他将来要生于何处 这些很细细维的部分 并不是这些罗汉 能够了知 已经超出 他的所知范围 即使是 目见连准者 他神通第一 他也无法 关键 所以所知甚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境遇过远 如相隔十万世界 这个 我们说有 他方世界 那世界 如果说距离 实在太遥远了 他也无法了知 那个世界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已经超出 所知的范围 所以这个部分 也是属于无知的 意应 时间过远 再来 如果相隔的时间 百千成坏 节之过去或未来 就是相隔的时间 已经隔了 不知道几百千节了 非常的遥远 那这种情况 他也是无法了知的 无法知道 这种时间的过去 这种时间的未来 所以这是属于 时间过远的部分 分支过远 再来就是一个所知 他所分出的支分 其实是非常庞杂 非常复杂 很多很多的 这是 也超出他的所知范围 那这个部分 也是属于无知的 其中一种因 所以讲到无知是因 这是在聚舍的时候 特别提到的一种名词 无知的是因 那这些都是属于 这个非兰物的 无知部分 就是他不是属于烦恼 他不会障碍获得解脱 但是不了知这些 你无法获得一切骗制 所以他是非兰物 无知的部分 那唯有佛陀 能够骗制一切 断除这种无知 所以佛陀 才是圆满一切功德的 所以除此恶障之外 不承认 所知障的名称 在一切有部中 他们不认为 有这种所谓的所知障 就我们刚才说到的 一般上部中 都会说有恶障 但是在这个部派 他不用所知障 这个名词 好 那这个是属于 道的所段 再来道制建立 虽然主张 三称道中 资良 家行 见修 无学等 五道的建立 但不承许 实地之志 虽然说 在一切有部呢 他们承许说 有声闻称道 有独觉称道 有菩萨称道 那这个三称道中 都个别有五道 有自量道 有家行道 有见道 修道 无学道 都有五道的建立 在这个三称道当中 都是可以承许的 但是他们不承许有所谓的实地 实地 实地之志 也就是一地 一直到实地 菩萨的实地 他们不承许有所谓的实地 所以一般我们说到 大称的中意 跟小称的中意 它的差异在哪里呢 如何去区分 大小称的中意 一般我们就会说到了 不承许实地 不承许佛陀四身的 这种中意 是小称的中意 那如果有提到 这种实地 菩萨的实地 以及菩萨的 佛陀的四身 那这种中意 我们会说是大称的中意 所以大小称的中意呢 基本上从这两个角度 来做区分的 好再来 忍制等16刹那的 前15刹那是见到 第16刹那 道类制是修道 这个部分呢 是讲到了 见到的时候 会有16刹那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表格 好 那这个表格 我把它整理出来 是不终于对于 见到时候 会有16刹那的一个案例 也就是当一个行者 他进入见到的时候 他不管是现正 无常4D16形上也好 或说现正无我 或说现正空性 他一般会有所谓的16刹那 那16刹那我们先来看到 我们先看到有部这个 第一个有部 那么这边有写数字 1到16 第一个 叫做忍 应该怎么讲 16刹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法 法忍 要说是忍的部分 跟制的部分 忍的部分呢 忍的部分分了 法忍 类忍 制的部分呢 分了法制跟类制 这两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叫做苦法忍 再来就是进入苦法制 苦类忍 苦类制 即法忍即法制 即类忍即类制 灭法忍 灭法制 灭类忍 灭类制 道法忍 道法制 道类忍 道类制 他是从四地的一个角度 来安利的 也就是 源泽苦地的烦恼 他断除 源泽苦地的烦恼 第一个 苦法忍 源泽极地的烦恼 应该说 源泽极地 断除 源泽极地的烦恼 这种无间道呢 是极法忍 同样的灭道 都是如此的 源泽滅地的烦恼 源泽道地的烦恼 那针对于 对断除 源泽四地的个别烦恼 做断除的这个无间道呢 都是属于 法忍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在 一切有部呢 他们会认为说 断除下界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三界 三界呢 都个别有 源泽四地的烦恼 源泽 欲界的苦地 所产生的烦恼 然后去断除 这样的一个烦恼的 无间道呢 就是第一个苦法忍 那接着透过这个无间道 断除烦恼以后 所产生的一个解脱道 或者说获得灭地的 这个同时 就会得到这个苦法治 所以第一个忍 所指的是无间道的部分 治所指的是 解脱道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下面 有写一个体性 无间道解脱道 无间道解脱道 也就是忍的这个部分呢 在忍的时候 都是无间道 到治的时候呢 都是指解脱道 那在他们的认知 他认为说 苦法忍苦法治 跟疾法忍疾法治 一直到 道法忍道法治 他所断的都是 源泽欲界四地 欲界四地所产生的烦恼 然后断除这样一个烦恼的 无间道呢 称之为法忍 这个法忍之后 所产生的解脱道 就是法治 所以前面 一二五六九十十三十四呢 都是属于断除欲界的 无间道以及解脱道 这是属于法忍法治的部分 再来到了内忍内治 内忍内治呢 他所断的烦恼 就是上界的 上二界 色界以及无色界的烦恼 那色界无色界的烦恼 也包含了 圆着四地的这些烦恼 那圆着四地的 圆着苦地的 就叫做 断 圆着苦地 断除 圆着苦地的烦恼 叫做苦类人 断除 圆着极地 所产生烦恼 苦类制 苦类人 同样的灭 道都是如此 所以 这边讲到的三七十一十五 这个苦类人 极类人 灭类人 道类人 他个别都是断除 圆着这一品烦恼的 这种无间道 所以就是这个类人的部分 那接着这个类人之后 会产生解脱道 因为无间道之后 下一刹那就会产生解脱道 这个解脱道就是正式断除 这个烦恼 已经得到断除这烦恼的离戏果 就这样的一个道 说它为解脱道 那这个解脱道 我们可以都说它为类制 断除了苦地 圆着苦地的烦恼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类制 苦类制 同样的极灭道 都是如此 那他们的生起次第是怎么样呢 首先先断除 圆着玉界的苦地 这种无间道 先产生了苦法人 接着产生苦法制 再来断除上界的 产生苦类人 再来产生苦类制 那接着才是开始断除极地 那接着断除灭地 再来断除道地 所以最后一刹那 这分别是十六刹那 我们讲十六刹那 那最后一刹那 就是这个道类制 道类制就是已经断除 圆着上界道地的这个解脱道了 在他们认为说 第十六刹那 这个道类制的时候呢 就是获得 修道的时候 前面十五刹那 从苦法人 一直到道类人 这十五刹那呢 全部都是建道的阶段 到了第十六刹那 解脱道的时候 道类制的这个解脱道 这时候就会进入了修道 这个是有部的一个不共认知 所以我们讲到说 剑道有十六刹那 那他分别在十六刹那 安利 这有部呢 是如此安利的 好 不过就以有部而言 他们不会说 剑道十六刹那 剑道只有十五刹那 第十六刹那是修道 那我们再来看为事 为事呢 他一样 一样会有 就是八种 八种忍 八种制 那是否是十六刹那呢 他们这时候就不会说为 有十六刹那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 苦法忍 苦类忍 他是同时升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表格 升起的一个次第 先升起苦法忍 苦类忍 再来升起苦法治 苦类治 依序 12345678 最后升起 苦法忍 那前面 苦法忍 还有极法忍 灭法忍 道法忍 这三者呢 都是属于无间道 而他的解脱道是 何时升起呢 是苦法治 极法治 灭法治 道法治的时候 升起的 而苦法忍 在苦法忍 升起的时候呢 同样也会升起一个 苦类忍 那这个 我们这边有一个补充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 补充这个表格 类忍 乃原法忍 法治 念云 此为圣法之音 类治 乃原 类忍 念云 此为圣法之音 我们这边先看到 类忍 类忍 他升起的时候 都是在第一格 这个地方 苦类忍 苦类忍 升起的时候呢 他这个类忍 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圆着法忍 圆着他前面 升起的这个 无间道 圆着这个无间道 再来也圆着法治 就是他之后 会升起的这个解脱道 然后就会想说 这个是 升起圣法之音 圣者的法 升起圣法之音 那后面这个类忍 类忍呢 他是圆着前面的 类忍 圆着类忍 然后想说 这个是升起圣法之音 所以在升起 苦法忍的时候呢 也会产生这个类忍 升起苦法治的时候呢 会升起这个类忍 所以苦法忍苦类忍 他基本上 可以算同时升起的 这个是 为世的 有一部派是这么说的 但是在自中而言呢 不认为说 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补充说到 然自中认为 为世所许 与有部相同 为十六刹那 皆是 见到有别 就以自中而言 我这个表格是 整理自于 赛昌火佛所造的 二十身便系 在自中而言 在我们自中 会认为说 为世他们认知的 剑道呢 一样是有十六刹那 这个跟 有部的认知是相同的 也就是 十六刹那 它是依序升起的 那 差是差在哪里 差在说 十六刹那呢 全部都是剑道 在有部会认为说 十六刹那当中 是剑道的只有十五个刹那 前面十五个刹那 第十六个刹那 是属于修道的部分 但是呢 在为世 他会认为说 这十六个刹那呢 全部都是 剑道 那这一点是跟有部 不一样的 好 再来我们看中关 中关比较容易理解 中关很简单 它就是 两个刹那会生完 这十六个 忍制 只要是忍的部分呢 它全部都是 同时升起的 制的部分 也是同时升起的 而忍的部分 全部都是无间道 那再来 制的部分 全部都是解脱道 所以 就以中关 来案例 这个剑道时候呢 它其实只有两刹那 第一刹那 升起了所有的人的部分 就是断除 所有剑断的烦恼 那第二刹那 就是获得 断除剑断烦恼的灭地 也就是进入 解脱道的部分 那他所断的剑断烦恼 都是三界的烦恼 同时断除的 所以获得灭地 也是断除三界的烦恼 那这跟有部 是不一样的 有部他所断的 只要是 罚忍法治的部分 他都只局限在 欲界的烦恼的部分 类制类忍 局限在上二界的部分 但是中关 不管是秩序也好 印诚派来看 都是同时断除的 三界烦恼 都是同时断除的 所以罚忍 苦罚忍 苦类忍 疾法忍 疾类忍 灭罚忍 灭类忍 道罚忍 道类忍 全部都是同时升起 同时断除三界的烦恼 那法治也是如此的 所以中关应该说 中关派来安利建道 是比较 相对性看起来 比较简单的 好 那这边就介绍完 十六刹那 好 那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做一个收射 首先我们今天介绍到了四地 那四地分别为苦籍灭道 苦是极地的果 极是升起苦地的因 也就是业获的部分 那灭就是断除苦籍的一个离戏果 灭地 那道地呢 就是能够获得这个灭地的胜者道 那我们今天讨论到说 苦籍恶者 如果是从取舍的角度来做安利的话 那是否苦籍恶者一定是所断 但是如果说苦籍恶者就是皆是所断 我们是否要说外在这些物质都是所断 如果它是所断的话 我们为何要去断除它呢 譬如说以外在的瓶子而言 它并不会障碍我们获得解脱 也并不会障碍我们修行 我们又何必去断除它呢 所以如何安利所断 再来说到了 道的所缘是否只有四地十六形象 道 所有的道它应该是正物一切诸法皆是无我 所以一切诸法皆是道的所缘 那为何在此处只说 无常四地十六形象是道的所缘 而不说其他的法呢 差别在哪里 那接着我们介绍到说 这个一切有不 他们认知的无我只有细分的无我 那不认为有所谓的法无我 而所断呢 只有染污跟非染污的无知 那非染污无知 基本上是属于所之障的部分 但是他们不承许所之障的这个名词 所以用非染污无知来做取代 那再来我们介绍的十六刹那 忍治等十六刹那 那这个一切有不 还有为是 以及中观他们都 程序略有不同 好那这是今天 大致的内容 那有没有问题呢 老师请教一下 那个圣道跟圣者心绪上的道 怎么去理解 这个在一切有不呢 他们会认为说这是不一样的 圣道不代表就是圣者道 应该说圣者心绪当中的道不代表是圣道 他们认为说圣道一定是无漏的道 而圣者心绪当中的道不代表就是无漏的道 譬如说什么 譬如说初进形象的道 我们之前不是在讲圣摩他的时候 有提到 在修圣摩他 修止 修观的时候 他有这个初进形象 以及地实形象两种 那这个初进形象的道呢 他是圣者心绪当中的道 应该说圣者心绪当中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道 而这个道并不是圣道 因为他并不是无漏的道 无漏的道一定是以四地 以无我空性为所源的 这样的一个地实来做修持 才是无漏的道 所以就一切有不而言 圣者心绪当中的道 不一定是圣道 但是以上不中而言 这两者是否就是一样 这还有待探讨 有人会认为说不一样的 就跟一切有不的程序是相同的 那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 所谓的圣道 就是指圣者心绪当中的道 所以只要是圣者心绪当中的 任何一个道 都可以说是圣道 那凡夫心绪当中的道 就不能是圣道 所以圣道跟圣道 所谓的圣道非圣道 就是从是否是圣者心绪当中的道 来做案例 所以这是有一些差异的 谢谢法师 法师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一切有不里面 有讲到非量式有颠倒式 那这个非量式跟我们社会里面 讲到量有分 那个心事有分量跟非量的觉知 的那个非量的觉知是一样的吗 那社会学里面非量的觉知 它有分成三个 未解颠倒分别跟一 那跟上次法师讲的那个非量式有分成五个 那个式要怎么去 其实是一样的 在秩序派以下认为的量跟非量 它其实就是不是量的明知觉知都可以是非量 所以这边非量是指的就是 并不是这种心且不期狂的明知 就可以说是非量 所以它非量包含了思察之 限额不定 再觉知 颠倒之 怀疑 这些全部都可以说是非量的 跟涉猎学里面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它有一个差别就是 他们认为说量不一定要是明知 量不一定要是觉知 根 根式 或者说这个根 眼根 它本身也可以是量 这是有一点差异的 法师那 那个 色类学里面 它是把非量的觉知分成三个 那法师这边是分成五个 那怎么去理解 这个是心类学里面提到的 比较细致内容 色类学只有粗分而已 到了心类学以后 就会把它细致分了更多 所以这个就是粗细的一个差别而已 谢谢法师 请问法师 那像我们在讲说普特切罗里面 普特切罗无我里面有所知 那跟刚刚那个讲的法师讲的那个所知障 那所知障就是刚刚法师说是 罗汉没办法正打的部分 那所以他们会有所知障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所知就不是包括全部了 还是所知有包括 在那个刚刚那个什么所知障 过远能过多的什么部分 所知跟所知障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所知是只要是存在的东西 它都可以是所知 它看为新的对境 都可以是所知 但是所知障所指的是 障碍我们获得一切片质的 这种才能够说是所知障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所知是涵盖了一切诸法都可以说是所知 所以所知障也是所知 但是所知不代表就是所知障 这样可以吗 好 了解 谢谢法师 好 这边有一个人问 是 请 怎样 请说 请教一下那个苦地跟极地 它都是有肉的事实 那那个极地 它的资分是业跟货 所以极地是不包括气世间 是 是的 怎么不包括气世间 所以它含的就是心法跟那些 不相应形法 种子或极气这些不相应形法 对 不含色法 对 好 是 那再请教一下 那个苦地的资分 它只有分那个果门跟那个体性之门 那那苦地可以也是苦地的因吗 我就说它也可以有因 由因之门是它的资分吗 由因之门 你说把极地放进来 不是 我是说苦地可以是苦地的因吗 苦地可以是治国苦地的因啊 这没有问题 可以是治国苦地的因 治国苦地的因嘛 所以这里是不是它的资分 应该还要再加一个 果门体性门 是不是应该还要再加一个因门 那因门你要案例什么东西呢 就是能产生苦地 治国的苦地 不需要 那不叫做 不需要讲出这个资分啊 讲这个没有特别意义嘛 因为本来 本来就它有它的因嘛 它有它的果嘛 它下一刹那是它的果啊 下一刹那的苦地是上一刹那的果嘛 所以这个部分它不需要特别列出来讲嘛 不需要 大家都有这种共同的认知 不需要再把它列出来讲 哦 我是想说平常我们在讲三门的时候 都会讲 因门果门跟体性门 啊这边缺了一个因门 所以它是指到极地门 极地去 去讲它的因 不用 不用全部都用这三门来讲 好 感谢 这边有人问到说 十六刹那跟我们一般理解的时间刹那 是相同的意思吗 其实说到刹那 并不是完全像我们理解这个刹那 这种概念 比如说 所谓的刹那 它有石边际刹那 还有城市刹那 所谓的城市刹那 是指的是 完成一件事情的时间 但是我们一样给它用刹那的这个名字 刹那我们一般可能会理解说 为很短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说到无常 它是刹那分 但无常说到的刹那分 它是指 石边际刹那的那个刹那 也就是说它是 最短最短那个时间的 最短最短的那个时间 比如说一坛之请 我们说会有65或64 或者说在印尘派会 印尘派来讲有300多 360几刹那 那所谓的石边际刹那 就是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一坛之请 它里面可以分出360几种刹那 在这个最短这个时间 我们会说它是石边际刹那 如果说以一切有不来讲 一坛之可能有65刹那 那65刹那当中的第一 的一个刹那 就称之为石边际刹那 所以这种刹那是 我们一般说到无常的时候 这种刹那分的刹那 它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但是说到了城市刹那的时候 最短的一个城市刹那 我们可以说一扎眼的时间 一坛子的时间 它可以是完成一件事情 一个有力示服 它完成一件事情的最短时间 我们可以说是最短的城市刹那 但是就以城市刹那而言 没有加最短 就讲一般城市刹那 它可以有时间的长短 完成一件事情的这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说它为城市刹那 所以就讲16刹那而言 它不一定要是这种 它一般讲的就是城市刹那 并不是讲石边际刹那 所以这个刹那是有一点差异的 好 这样可以吧 那如果没有 法师对不起 法师对不起 刚刚我请教的那个 谷地的那个阴的问题 那我们 我还是觉得它有点疏漏 比如说我们在讲说 那个根进式三者和 会产生新式 那静根 如果以根支来讲 静根根它其实都是设法 那这个设法也会是 我们产生这个苦地 或是苦乐因 不管是苦苦或坏苦的 缘 虽然它不是直接 那还是缘 那缘还是因 所以是不是应该还是要 有这个因会比较完整 以上 首先呢 根跟进 不代表就是 会产生 自国苦地 这一点 要先厘清 因为譬如说 以圣者 或者说佛陀 这个 譬如说导师释迦牟尼佛而言 它也有根 也有对境 但是不代表它会产生 自国 自国苦地 所以根进 不代表就是 自国苦地的因 所以这个要从 根进的角度来安利 这个苦地 这是不一定的 是不是 所以 我们一般讲到 它的支分是说 苦地分下来 有分这些 那你如果说要追求 它因的部分的话 那它可能可以 寒色在 极地的部分 但是如果说 自国它自己的因的话 它 当然不算是极地 应该怎么讲 就是苦地的上一刹那 苦地的上一刹那 这种苦地 苦地上一刹那的苦地 不代表就是极地 但是它没有必要把它放入支分来讲 我们要 一般在这边讲到支分的时候 是想说用怎么样的一个角度 或者说理解说 这个苦地分下来有哪几种 这样就可以寒色在里面 因为你刚才讲到的 不管是角度是有肉的根好了 有肉的根 有肉的这些 它都可以寒色在 伤苦当中 或者说 禁取印当中 所以它应该没有必要 特别列出来 来讲吧 因为这个支分是 从现关辨析当中 把它整理出来的 那在书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 其实应该 没有这种必要吧 好 感谢法师 好 那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就 先上到这个地方 那下次 下次的内容 可能会 越来越难 所以大家 有空可以做一点预习 我看一下 下次我们会 上到有关 20生的部分 20生的部分 它是 现关庄言论里面 其中一个 蛮重要的内容 通常 它会独立出来学习 我们会花 一年的时间 来做学习 所以这个内容 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后面 会介绍到 申文秤 在史诗业这个地方 后面会讲到 申文众有20生 那这个部分 比较复杂 那我已经把表格 整理出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那大家有空 可以去预习 不然到时候 可能会 搞得很糊涂 那因为接下来 这个部分 都是属于 现关的内容了 现关聚舍的内容 所以其实就是正式在学习 五大论里面的内容了 所以一方面 大家应该感到欢喜 那另外一方面 大家要先做好准备 有空先去 做一点预习 那之后学习起来 会比较容易 好 那我们就 一起回向 生生有圣 宗科巴 为座大乘之势力 愿于佛战 善文道 虽刹那请不战舍 我知师长 宗科巴 或居都帅 或极乐 认出何处 圣净土 我等愿生 眷属守 出广大求多文 中宪经教 皆教授 后近日也 骗熏修 魏弘 圣教 骗回向 至尊师长 受坚固 竭尽师爷 骗十方 上会教法 卢明灯 长破三界 众生案